一名从事美容业的林小姐 浮腫的脸颊和两条法灵纹 反复红肿热痛 因为之前透过网络纠团 到诊所施打成为烧女针的胶原蛋白增生剂 结果半年后还是红肿热痛 当初施打的诊所却已关门大吉 转而向原厂确认 才发现这家诊所根本没有向原厂进货 施打的不知道是什么针剂 差不多有六七万吧 因为我做了那个一连丝之后 他们后面还有教我包什么东西 我也不太记得 反正我就记得这两个法令纹让我就是 他们确定是跟我说会让我变好 但是到现在并没有比较好 然后因为它是反复性的 它就好了一阵子又好 所以我才一直拖一直拖 但是我也不晓得说 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直到现在 其实它现在看起来就是 就是两坨怪怪的 他一直都是两坨怪怪的 那如果它发作起来的时候 它就会变红 然后更肿 然后就会很奇怪 就是你就是很奇怪 你就是这两坨 这两坨就肿起来 但是平常时它就有点肿 只是它发炎的时候会更肿 以美业蓬勃发展在网络上咨询泛滥 也充斥着许多错误讯息与假资讯 甚至用漂亮的价格吸引消费者 用社群纠团或化身网友制造假经验分享误导民众 俗称少女真的原厂征记长这样 却有假货出现在市面上 原厂征记外盒贴有卫福部和客的中文贴标 旁边有镭射防卫贴标 正面也有中文原贴标签 但是像林小姐根本不知道该如何辨别 其实最简单的就是以产品本身 产品本身它上面有QR Code 所以少了QR Code其实都可以知道 这个货源是不是来自于厂商 厂商只有一家 所以这个其实是最容易分辨的 再来在针的结构上面 其实它有很多细节不一样 但是当然民众他不太能够去发现 医生会很容易发生这些细节 那么再来就是在施打的过程当中 其实也可以去留意一下 这很多人他其实是可以把包装带回去的 所以这些都可以先去做一个初步的评估 再来就是价格 通常假货只会存在于 就是价格特别低的情况之下 用来做消价竞争 或者是在一些网路上面 如果是透过一些纠团的方式 或者是揽客的形式 因为价格来吸引的 那么这些其实都很有可能 在产品的这个品质上面 就是值得会有一些疑虑的情况 低于两万五的价格 每一支低于两万五的价格 其实就要特别小心了 因为这个价格基本上 是不太可能合乎逻辑的 既然达到假货之后 通常只能在有症状的时候来做治疗 也就是说没有症状的时候 通常也没有办法去把它取出来 因为它已经跟组织结合在一起了 当然在必要的情况之下 可能可以透过手术 在里面把这些东西给刮除 但是刮除它也 只是到一定的程度 它没有办法百分之百完全地刮除 所以它就跟以前可能打过矽胶 这一类的产品 有可能是类似的后续反应 就是你没有办法完全清除 所以通常在只有严重发炎的时候 严重感染的时候 会先针对这些问题去让它得到压制 不太可能达到完全清楚的状况 原厂公司透过管道取得假货 并抽取化验 结果成分完全没有有效成分 疑似木屑或是其他不明纤维 无法被人体吸收 恐成永久伤害 还是提醒消费者要多注意自己使用的产品 是否有经卫福部合客 以免无法变美反而毁容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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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